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寒门学子 今年高考家住宁夏西极县马嘴村的18岁少年单小龙 以676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的电子信息专业录取了 那西极县是国家重点贫困县 单小龙家也是当地建档利卡贫困户 为了筹集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这几天单小龙是在县城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打工 记者见到单小龙时 已经是晚上七点钟 他正在县城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打工 这是003省的干的 应该已经有20几天了吧 20几天了 工钱每天给多少钱 工钱每天给100块钱 今年高考过后 单小龙就跟着哥哥来到建筑工地 在工地上 单小龙干的是小工 负责脚手架钢管的配件和搬运 每天楼上楼下跑 少不了磕磕膨胖 我腰这好像有瓜子 这是瓜子吗 瓜子 这什么时候瓜子 铁丝嘛 铁丝瓜子 这手怎么了 尽管建筑工地的活十分辛苦 但单小龙说 现在工作不好找 自己很珍惜 不好干 每天有时候煎热的话 这根本就拿不了 烫手层的嘛 今年活也不多 也挣不少钱 我说出来就伺候了盖 盖钱算一下 哥哥单小冬今年25岁 虽然比单小龙大不了几岁 十几岁就外出打工 早早地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 活多的时候 我每个月可以给他们一个人给上一千五左右 但是就像今年活时候 我一个月 别给他们给一千我压力特别的 山小龙住在工地附近老板租的一间平房里 睡的是一张铁架子床 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 洗漱完毕就前往工地 这几天的工作是把拆掉的脚手架钢管 转运到楼下一层 虽然搬运的距离只有几十米 但每次搬运钢管的重量至少有几十斤 上百次的来回 对于十八岁的山小龙来说并不轻松 直到上午九点 山小龙才吃上早餐 早餐是五个包子和一瓶矿泉水 虽然在家时也中过地 但建筑工地的活更苦更累 二十几天来 每天拆运小手架钢管 山小龙也曾多次想过放弃 平均按二十天来算吧 我就扛 比如说扛六百是吧 六百二十一万两千斤 我纯纯干不动 就坐那儿经常想偷懒 想睡觉 要拆掉的脚手架钢管 就是这一栋五层楼的外墙这些脚手架 现在我左手这边的脚手架 就是上午今天山小龙拆掉的 像我手中的这一根脚手架钢管 大约重量是在十几斤 像说是后面的这种 这一根的钢管大约重量在三十斤左右 山小龙今天主要负责什么情况呢 就是从外墙把这个胶水架拆掉以后 负责转运工作 今天如果平均算一下 这个钢管的重量大约在二十斤左右的话 六百根的钢管总重量大约一万两千斤 也就是六吨重 一天搬运的钢管就有好几吨重 这么重的体力活 山小龙他们吃的又是什么呢 辣子 青红柿 还有羊蒜 那和昨天晚上差不多 昨晚上一吐豆呢 今天没吐豆 今天没吐豆是吧 这样的干重货能吃得饱吗 吃两碗就吃饱了 从工地回来又累又乏 不过和几个月大的侄儿逗逗乐 成了山小龙一天中最休闲和快乐的时光 我想体验一下我哥哥过的生活 因为他从十六七岁就开始出去打工去了 特别早 辍学的特别早 然后我就想哥哥这么辛苦 然后过来体验一下这个活 体验一下他的辛苦 然后以后大学的时候可以好读书一点 有时 山小龙也会把大学录取通知书拿出来看一看 以此激励自己坚持下去 25号来的吧 25号 对 725号 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对 那送到什么地方了通知书 送到兴盟了 我回去取的 回去取的 对 为什么要回去取的 因为这个通知书特别重要嘛 一般都自己取比较放心一点 由于工地上的活并不多 善小龙就利用休息时间回一趟家 善小龙的家距离他打工的工地有50多公里 坐车要三个多小时 记者决定和善小龙一起去他家里看看 这道新农是吧 新农有多少人 新农 新农 20级公里 没事 你躲住吧 好 行 你上吧 你坐前面坐后面 前面有人 前面有人 你坐这 你坐这 我坐后面 你坐这 你坐这 我坐后面 你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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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后面 上车不久 善小龙就进入了梦乡 也许是几天来 工地的活太累 疲劳所致 也许是早已在梦中回到了家 从西级县城出发 40分钟后到达了兴隆镇 在镇上转一次车 然后还需要再经过一段 十几公里长的颠簸香道 才能到达 好路说带路多 善小龙所在的西级县 是国家重点贫困县 善小龙的家 是村里的建档利卡贫困户 一路上我们想象着 他家可能会是一些破旧的房屋 到达后 眼前几间砖瓦房 让我们怎么也不相信 这就是善小龙的家 四年前 善贵德拿到了国家的 服务房改造资金 两万两千元 加上自己筹集的一万块钱 和从亲朋好友 那里面借到三万块钱 总共六万多块钱 建成了这三间的砖瓦房 现在呢 家里面的居住条件 得到了很大改善 善小龙的父亲 善贵德告诉我们 几年前 家里就已经从破旧的 泥砖房里搬了出来 最近几年 当地像他们这样的贫困户 政府每年 除了给他们一部分 生产资料外 还提供一些帮扶资金 如今 生活比原来 好了很多 地摩十卷 对 那大约用多少卷呢 大约用十几卷 十几卷 这都是 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这还有第一宝专项资金 这个是七百八十元 这都到位了吗 是吧 到位了 都有啊 这个上面 都到位了 都到位了 是吧 像这样的扶贫的资金 能解决家里面 多大的困难 这就是能解决 这个 基本上三分资金 不过 由于家里的收入 主要还是靠中玉米和小麦 每年也只有两千多元 这几年贷款 买了几头牛 但目前还是没有收益 今年 山小龙考上了大学 这给原本就不富裕的家里 增加了不小的负担 靠少一点 靠少一点 靠少你这个学费一次 供不起 为了筹集学费 山小龙二十几天前 去了建筑工地达工 现在回到家里 山小龙也闲不下来 换了鞋子 就去牛棚 清理牛粪 你这个干多久啊 这个得干半个小时吧 这个就是三千台一次嘛 每一次也能拉什么 六七车身 没活干的时候 我们发现 身边的山小龙 一直在沉默 和在工地上 经常与我们聊天相比 完全判若两人 父亲善贵德说 他是为还没有筹齐的学费发筹 听说第一年的学费 加上其他费用 就要一万多元 而目前 家里除了卖一头牛 能凑个几千元 至少还差一半 卖一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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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卖多少钱 能卖个七千块钱 在此之前 姐姐善小霞 去年考上了宁夏医科大学 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对这个家庭来说 已经不是个小数目 我一年学费是五千八百元 然后是住宿费是八百块钱 现在每个月的生活费 您现在花多少钱 五百多吧 除此之外 善小龙母亲的眼睛里长了东西 最近急需要动手术 手术费又要几万元 眼睛这个问题比较大 特别大 眼睛大于多少钱 他这个动手术 恐怕得好几万 我都给你吃饭吧 山桂德告诉我们 自己有严重的腰椎肩盘突出症 稍重一点的体力活 腰就疼得直不起来 家里的生活来源 主要靠大儿子 善小冬打工和妻子种地 眼下 一家人坐在一起 谈论最多的 就是学费问题 尽管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 但再苦再累 他也要把学费凑齐 让孩子读大学 虽然善桂德自己不识字 但为了培养山小龙 他没少花心思 小学时 本村小学没有英语课 他就把山小龙转到了邻村小学 每天骑车几公里接送 风雨无足 小龙尤其在数学和物理方面 有擅长 高中时就以优异的成绩 被银川一中录取 今年 山小龙考上了清华大学 既圆了孩子的大学梦 更圆了自己的梦 山桂德说 他教育孩子 不比吃 不比穿用 要多比学习 高中时作为学习课件 与家里联系使用 学校允许带手机 山桂德就把自己用过的一部 老式按键手机 给了山小龙 还能开机吗 可以的 这部手机是小龙在高中三年使用的手机 这部手机神经是他的父亲 使用三年以后送给小龙的 其中还有一次在高一的时候 小龙一次上数学考试 考了116分 被父亲没收回去一段时间 这个手机主要是做什么用处 一般就是和家长打电话联系一下 因为其他同学有时候很忙忙 打电话也不方便 每天晚上自己下来之后 有时候就打个电话 最后一个主要就是 调闹钟的 调闹钟是吧 对调闹钟的话 周末调闹钟特别方便 这个手机确实很破了 那像这种破手机 这种旧手机 你们同学都是跟你类似的 这种手机吗 没有 反正就是智能手机 这种手机很少有人拿 虽然在物质上并不富有 但小龙通过努力 今年考上了清华大学 单桂德既高兴又担心 高兴孩子实现了目标 担心现在学费和生活费 还差一大截 如果筹不齐 只能考虑助学贷款 由于女儿单小霞 去年上大学就已经贷款 这一次 儿子单小龙还能贷款吗 7月31号上午 单桂德带着单小龙 来到镇上了解贷款的事 不巧的是 学生信用助学贷款贷办点 还没有开始办理 在西极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接待了单小龙夫子 现在我们这个儿子 学费我都抽不起来 抽起来我也就不得了 如果他抽不起来 我还得贷吧 现在这个求学还是贷你 还是贷你 贷你 原来 尚桂德考虑女儿已经贷款 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先尽量自己筹 实在筹不齐 再办理助学贷款 筹据了多少 现在缺口还有多少 大概筹了这个5000多吧 还得1501家 尚桂德担心 如果8月中旬还没有筹齐 会不会错过了助学贷款规定的截止时间 一般是截止到9月10号 9月10号 基本上就是在学生上大学之前 我们就是一直在办 听说开学前都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尚桂德心里这才踏实了一些 我们这边的政策是应贷 应贷 据了解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有8000元 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补贴 贷款期限可按学制加13年 将来就业后还款压力并不大 不过尚桂德对贷款还是感到有不小的压力 就才把这个 以后嘛 两个还得太多了 还把还不上来 截止到目前 善小龙在建筑工地打工近2000多元 加上父亲善桂德借款的3000元 善小龙已经筹集到了5000多元 而第一年上大学的初步预算 是14000元学费和生活费 还差9000元 在助学贷款中心得到的答复时 可以贷款8000元 这样善小龙就基本上 可以凑齐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扶贫的前提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 捐资助学以直接的方式帮助人提升和发展 可以说是精准的扶贫 现在已经有了助学金等制度 能够解决一些大面上的困难 各家情况不一样 还需要灵活多样的助学措施 比如说有的家庭多个孩子同时上学 现在愿意助学的人不少 但是碍于渠道不够多 或者说有些方法公信力不理想 大家的积极性还没有利用好 扶贫需要创新 助学也需要创新 上大学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尤其是对农村的孩子们来说 教育改变命运 看更广阔的世界才能为社会 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切实地帮助到今年的贫困高考生 好 继续来关注寒门学子 我们的寒门学子公益助学活动 得到了很多爱心人士的关注 我们的目标是为400名农村贫困高考生 筹集助学款 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大学生活 我们也会陆续把经过核实 需要资助的寒门学子的信息进行发布 好 来看一下今天的寒门学子榜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您也想帮助这些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捐款二维码 献出您的爱心 我们也感谢大家的帮助 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寒门学子公益助学活动 最近是酷暑难耐 野荣野调的现象日益增多 那溺亡事故也时有发生 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都在节目中提醒大家 尤其是放假的学生们 不要到危险的水域去玩耍 今年我们还是要继续这样的提醒 但遗憾的是 前段时间在山东省东明县 沙卧镇境内的黄河边 两名学生为了庆祝高考成功 在黄河边细水 没想到遭遇不测 近日在山东省东明县境内的黄河 五名来自河南省的学生前来细水时 两名学生突然滑入急流区 被汹涌的黄河水卷走 看到一块细水的同伴被黄河水卷走 同来的几名同学急忙拨打了110 东明警方立即将警情转给山东省河泽市牡丹紧急救援中心 及东明县水上爱心救援队实施救援 据了解 溺水的学生一个姓陈 在今年的高考中考了610多分 另一名学生姓张考了580多分 两人是一个学校的同学 在这次高考中都超过了重点线 东明县水上爱心救援队的队员和河泽市牡丹紧急救援中心的5名队员已经投入搜救中 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然没有见到两名溺水学生的踪影 目前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日前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西部扶贫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的医疗帮扶项目 大病不出现双摆工程行走的医院 助力湖南省连远市健康扶贫与乡村振兴行动启动一事在北京举行 据了解该项目将在三年内为连远市下辖的504个村卫生室配备全科医生住诊包 同时联合国内各大医疗机构的专家利用互联网技术开通村镇以及远程专家门诊服务 来解决村医缺技术的问题打通分级诊疗的最后一公里 随后还举行了基层医生优才计划公益基金揭牌一事 并且进行了捐赠活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市网 农市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去交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给我们留言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去交三农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